方元生于1996年,来自中国深圳,今年刚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在此之前,已经有多家知名画廊为他举办了个展,包括纽约的ATM Gallery和北京蜂巢当代艺术中心。 他的藏家群体遍布北美于中国。 是什么让他的作品脱颖而出,收获众多机构的扶持和藏家的追捧呢? 今天,带你走进方元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工作室,聊聊他的艺术创作。 哈喽,方元,你好,很高兴来你的新工作室做客。 在纽约能够找到一个这样规模的工作室,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和幸运的事情,因为创作大尺幅作品的话应该会更加的自如一些。 是的。 平时的一些创作的日常或者说是创作的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子的,我在努力地维持一种比较规律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基本上是七点到八点起床,然后起床吃点东西,然后可能回一下邮件或者说上网看一些其他的东西。 然后我就骑自行车来工作室了,然后我的工作室离我家大概是十几分钟自行车的车程。 然后正好现在差不多夏天,所以骑自行车是一个非常就是惬意的通勤方式。 然后每天大概是十一点多或者十点多来到工作室。 然后我基本上会自己带一个便当,然后下午吃这样子,然后吃完之后可能就是工作到五六点,就在天黑之前骑车回家。 第一次了解到你的作品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纽约的Latitude Gallery为你举办了一场歌展。 当时就觉得这个艺术家的作品非常富有张力和韵律感。 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最近创作的这一系列作品吗?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从小是深圳长大的,我是深圳人,然后从深圳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搬到了纽约来读本科,然后直到我今年夏天研究生毕业。 所以相当来说,我从小都生活在一个非常快节奏的都市当中,特别是像深圳,比方说深圳的地貌一直在不停地转变。 比方说我家附近经常会有摩天大楼,就这样子一年两年内盖起。 所以我觉得从我从小开始,我就一直处在一种对周围环境产生的不安和焦虑当中,因为就是这个城市变化速度太快了。 然后再包括在纽约,纽约也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城市。 所以我觉得在我的生命体验中,包括在我的画面中,一直有一种就是这样子的律动,或者说一种速度。 虽然是比较抽象的作品,但是可以在你的作品中通过你的色彩,线条,笔触和规模,感受到不同的情绪体验。 那在你的创作和学习的过程中,有哪些艺术家对你的影响或者是启发比较大呢? 把我带进绘画这所大门的艺术家是Jackson Pollock。 在我大概是大一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在MOMA显逛,然后就看到一幅巨大的Pollock的泼墨画。 我当时就被深深地震撼,我觉得就是绘画居然可以这样子。 我也非常地喜欢他的妻子Lee Kressner。 我觉得Lee Kressner他画面中的律动感,还有一些漩涡状的线条对我非常地受启发。 而且因为他也是一名女性,虽然我觉得可能他的影响力直到最近吧,都一直在被Pollock所overshadow。 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一名非常伟大的画家。 我还非常地喜欢Francis Bacon。 我觉得Francis Bacon吸引我的一点是,他画面中有非常奇妙的空间。 他的空间感虽然非常极简,但是非常地有力。 而且他画面的一些扭动,比方说他的细节都非常聚焦在几个人体的躯体上。 观众的目光可以集中在几个焦点内。 所以我觉得Francis Bacon是一个非常,对我非常有影响的画家。 创作这样一件作品的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我最近的创作过程基本上是,首先我会先在纸上用蜡笔画一些小稿, 就是把一张作品的构图和颜色大概确定下来。 然后,但是我基本上草图的灵感来源,基本上就是我可能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 然后我就会在画面上就是画一些线条来奠定一张画的基本构图。 然后再画上第一层的色块,再在第一层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局部的线条和更小的就是形状这些。 然后我最近还在用喷漆,所以我也会加一些喷漆的元素。 那创作一件这样齿幅的作品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可以完成? 我大概是一周完成一件比较大的作品。 在我看来,你作品的整体的质感是非常轻盈空灵自由的, 但是又带有一种女性艺术家特有的温柔脆弱,还有一种美感。 但绝不仅仅只有美感,因为画面中其实蕴藏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势能, 可以说是像破坏性破坏力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通过你的这种急促的笔触,还有高度重复的符号, 也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冲突和对立的关系, 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动态平衡。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画面。 我觉得在我的作品当中, 我更想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种从画面中, 以人类,我们正在所处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现在又是疫情, 然后就是我们每分每秒钟都充满着非常非常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想把这种焦虑或者不安和挣扎来呈现在我的画面当中。 那么现在可能你也了解到了全球的艺术市场特别的火爆, 尤其是在中国。 那迁徙时代的藏家, 他们正在成为最主要的购买力。 那他们对于同时代的艺术家,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生代艺术家的作品, 收藏的需求其实是非常高涨的。 对于艺术家来说, 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那么市场的风向是否会影响到你的判断和创作呢? 一开始我选择把绘画作为我的创作媒介的时候, 我是没有想过就是要做一名就是实业艺术家。 对我来言就是绘画还是我的一种theory, 一种疗愈自我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我的创作过程或者说方法, 可能也不会受市场的过多的带动。 那非常感谢方元的分享, 很高兴今天来你的工作室, 也希望你的每一件用心之作都能遇到真正懂它, 并且珍视它的藏家。 谢谢。 期待看到你更多的优质的作品。 谢谢。 谢谢。